我爸爸要送我回 我爸說你不要告訴人家 你關回來 我說老爸 如果我不能面對我自己的人生 我怎麼面對 以後面對各位 我在網路最近常講一句話 現在人面積太多了 都忘了怎麼做人 我記得我要去服刑那一天 很多人都叫我跑 因為我判七年半 小朋友滿月 滿月隔三天 我這輩子印象最深刻 滿月酒吃完隔三天去報到 大家叫我跑 我說跑什麼 不對就要怪怪就好 是要找怎麼樣 浪子回頭經不換 誰無年少心狂 鏡頭前咬著檳榔 有著江湖氣息 人稱豆花哥的李正輝 現年四十六歲 十四歲誤入歧途 便開始混兄弟 三十二歲那年 因違反槍械管制條例 遭重判七年半 假事後又捲入銀行炸貸案 最後禍判不起訴 在年輕的時候是不是有走錯路 我跟你講年輕一定走錯路 國中就不愛讀書了 喜歡當老大 愛面子 那打人啊幹嘛 有時候我們都會跟別學校吵架幹嘛 那時候講就很威風啊 國中一畢業 哇 就有行動電話了啊 那時候去讀夜宵的時候 全校這兩隻大顆蛋啊 校長一次我一次啊 那時候就真的覺得 自己目空無人啊 目空無人開始瞎搞又不空 那時候半空半躲 讀夜宵 開始 就是 頭豬要撞起來 就跟著老大會有多開心啊 對不對 雖然沒有幹什麼 買買菸抽抽檳榜 給老大去抽抽賬 當下你會覺得 我們就是最大的 一旦你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坦白講 槍啊都來啦 盜匪條例都來啦 哦 那完蛋了 事情不要那麼大條 搞一條盜匪條例 又槍 統案裡面又有殺人 啊 一個官司打了好幾天 那時候就一直想要改變自己 那怎麼改就改變不了啊 一直到 我最高上處被駁回 駁回就確定要進去了 我記得我要去服刑那一天 很多人都叫我跑 因為我判七年半 那小朋友滿月啊 滿月隔三天 我這輩子印象最深天 滿月久吃完隔三天 我老媽早上六點多 還去市場買菜 我知道 我七點多叫我兄弟來請我 我去報到 大家叫我跑啊 我知道跑什麼啦 不對 你要看一看就好啊 是要找怎麼樣 八點多到九點 我老媽打給我 我去買菜回來 那你怎麼 怎麼就去了 我說 這頓飯要吃嘛 吃了你難過我難過 我兄弟在旁邊啊 聽我仗講完 我在哭了 我兄弟他們送我去 每個都在哭了 哭到一個不要不要了 我那時候在花蓮監獄館 算重刑犯監獄 所以我感受到是一些 真正很傳統的一些 兄弟的一些氛圍 結果我是第二年 我移到宜蘭監獄 我覺得那個氛圍不見了 完全不見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在花蓮他們是排斥 我們說這一種的 假的 因為他們思緒不好 但怎麼到花蓮 我整個人 人生觀不一樣了 我的主管給我評語寫得很難看 他給我寫我的評語不合群 為什麼不合群 我說主委 我回去社會又沒有要賣藥 我又沒有要吃藥 我是要合群什麼 是非觀念都不行 你叫我跟他合群什麼 我過個人的不行嗎 你說的 孤獨 孤僻 我自己告訴我 我不是這種人 但OK啦 我們做朋友都無所謂 我們回社會又沒有要在一起 那其實這些人 你能說他不好嗎 其實有人心腸也好 他的生活環境問題 他回來他沒有辦法去離開這些人 所以他又 大家都在吃你不吃 什麼叫爺爺 其實最糟糕的在這裡 出來問不是我們怎麼樣 就是被人怎麼樣嘛 人生就是要看開嘛 就像我老爸說的嘛 打輸人家就是你體力不夠好嘛 但 你在當下 你在那個環境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想 你 要跟這種XX 是非觀念的 出去 你 重點是 老婆還在家 小孩又要滿怨 你要這樣下去嗎 那時候當下 其實 我算很幸運 我那個主管講了一句話 他說大衛 你三十出頭 一當入台北下來看你 每個禮拜都有人下來看你 包括你的琴 你媽媽 你老婆 你朋友 你是我目前看過 對你朋友來看你很多 我說怎麼回事嘛 交朋友不是真心嗎 沒有 其實很多人情緒關了 連家人都不來看 何況朋友 那其實 從這個角度 我來看你這個人 其實你是滿口意識的人 你在 待人主事上 你是用你的真心 而不是一個虛偽的面具 所以說 為什麼人家說兄弟 有一個叫外面兄弟 社會的兄弟 一個叫監獄兄弟 這個是很刺懦懦的 難聽的話 你在社會 沒有舞台嘛 但你進去 你可能就不適應社會嘛 所以你是監獄兄弟 往事不堪回首 一個男人三十出頭歲 原本應該是 充事業最精華的時候 卻是在監獄裡度過 我昨晚聽到我講這句話 其實也說 你十歲 我說32歲 33歲 那時候進去就是這樣子 他說 豆花裡這個是算你人生 最清華的年代在這裡 他說 你以前在做什麼 所以我做銀行貸款 每天討債嘛 討到很好 很好賺錢嘛 你會覺得 看錢怎麼那麼好花 所以人家又交了我 銀行帶回去 XX 歐銀行最好的 那時候老大跟我講 XX 我就真的就 一門心思栽在裡面了 有賺多少錢 那你錢來得快 你花得一塊啊 小時候 更小的時候 我媽媽也是跟我爸爸講 不要告訴人家 我們在幹嘛 其實最小最小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住在 我爸爸在養豬 養豬按二樓隔房間 我們住在 豬舍的樓上 他說我們又不偷不搶 那時候年輕不知道 十幾歲二十歲 可能 彈出來會覺得沒面子 剛才人家家境都那麼好 XX 我們在幹嘛 我們住豬舍 後來又開洗車廠 人家開車來 小朋友在旁邊吃的時候 吃糖果 我們在旁邊洗那個腳地板 其實我們的生活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我們更能夠感受到 你是真心來看待一個人 還是假虛偽來對待一個人 所以我老爸老的時候常說 常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身教蠻重要的 我老爸說 我不養豬 我不洗車 你們要吃XX 就像我現在跟我女兒說 我不送貨 你是要吃什麼 可能我不太會教 但我至少告訴你 我要身體力行去賺錢 我這輩子看過最多書 我每天都要看書 是在監獄 坦白講 所以很多人回來說 大汗 你怎麼 那個也知道 這個也知道 我說我跟你講 我這輩子看過超多書 我每天都要看書 因為至少我要忽畢 我也不理你們 我就選擇看書 我就沉浸在我閱讀上 我覺得 我怕脫節 其實很多人回來 他不知道原因是因為 社會怎麼冰那麼多 OK 我假設 假設我監獄報了六次 被駁回六次 法務部我被駁了兩次 其實那時候已經 要放棄了 結果真的報過了 令他比較遺憾的是 出獄不久後 母親因為生病過世 女兒滿月三天後 他便入肩服刑 孩子成長最精華 他都沒有參與到 我回來那時候 我回來那時候 也是很剛好 就是我媽媽 其實身體不好 叫我大家去看醫生 那看醫生看完之後 怎麼醫生叫了告訴我 結果李正輝 李連勁哥的家屬 都未來過期 前後我跟我老哥 撇在我媽的旁邊 還有我們全家人 直到半年我媽要走了 半年走了怎麼辦 那時候貸款還沒出事 是我媽先 我媽要走之前才出事 都卡在一起 你送法院啊幹嘛 結果我院母就召見我 我女兒等你那麼久了 你現在又出事 先不管你有沒有醉 你覺得要幹嘛 要不要賣酒 我說我酒額不動 我只會乾杯而已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拍子以後來就乾杯 我酒量不好說我每天度 不想再虛度光陰 彌補人生沒有陪伴到女兒成長 不讓老婆每天提心吊膽 李正輝頓時體悟到 腳踏實地工作 走入正途才是長久之道 出獄後靠著手邊線有資金 上母娘協助之下 開了一間位在台北市 錦州街巷弄裡的 菸酒專賣店 我剛回來 我有個老大就說 公司就幫你弄好的 車幫你弄好的 人都幫你 小弟都幫你 要給你管了 淘汰公司你怎麼不回來 我說不要了 累了 我除了累是因為我關那麼久 累了 不要了 老大你們都天天有在喝酒 給我蓬蓬腸就好了 我們是很真心的 跟這些老大在互動 看盡人情冷暖 他反而認為 對於求一頓溫飽有非常深的體悟 人生本無常 賺多吃好賺少吃飽 這樣就好了 像是我現在我的人生座右銘 那天一些兄弟來這邊 他們在說要打一打 我們最近大家聊天要想要看看做什麼 一個公益怎麼樣的 可以啊 他們那個發起 其實這個 這篇文章 就是在於這個便當的故事 其實也是我兄弟他們先發起的 他們說他們那邊怎樣 但是有來找我談這個事的時候 就很正亮啊 我們大家醃 檳榔 少抽少吃就有了 我都一直給我女兒一個人生真的只要吃飽 吃飽只是為了活命而已 我們可以更樸實一點 我們沒有天天大雨大露 那其實 我們很多抱怨啦 但我們也不想去講啦 根深能被社會接受嗎 其實這種東西其實大家心事兔的 我不懂 這社會現在真的忘了老老實實做了 好像很少 大家就礙於面子 真的是礙於面子的害死人 人家常告訴我 啊 多少你怎麼看兄弟 兄弟 明珠還是要紀念啊 還有什麼 我常跟朋友講一個很重點 三重來吃的肉都不會亂想 三重吃的肉就開始亂想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 報告完畢 年少曾經迷失方向 親友們的期盼 跌跌撞撞從挫敗中 重新找回生命的真諦 揮別荒唐歲月 他 是黑道浪子 他是黑道浪子 黑道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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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十50083 fast 黑道浪子 黑道浪子 平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